我想要帶大家一起聊天 所以我們就直接 耶 我們邀請到妍妍 今天來交上協取囉 yahoo 哈囉 我是最可愛的魔法少女妍妍 我有開玩笑的 今天就是技能交換 其實現在一直對 任何藝術形式的創作 一直都有非常多的問題 所以今天有機會跟妍妍一起挑戰看看 讓我們一起看看妍妍的風采 我 我也很創啊 好 我們會先發射練習 我要準備好了 可以從基礎開始啊 好 一個一個發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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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好像不是自己的正音 我覺得是你沒有真的用你的肚子去推氣 所以那個 出不去 你要想像自己是一個管樂器 我他媽是無情的管樂器 我覺得我想像成火車 有點有點那種感覺 那 我跟你聽聽看我之前做的那些reference好了 每個都很羞恥欸怎麼辦 這個真的是我平常不會公開的東西 真的太羞恥了 我的過程都會下巴開來 那我們就來聽聽看 所以八哥 他手告訴你 音樂 你怎麼會下了 这样子 大概是这样的东西 我觉得好不好 因为刚刚已经跟着跳起来了 我已经有一些动作了 好听的音乐是可以 是可以计算出来的啊 应该是可以写歌的 而且最容易的就是 让AI写歌 因为和声全部都是 有它的规律在的 这样打破整个 我对音乐的认知跟理解 我现在整个有点 就是我的世界崩坏的感觉 你说交响乐 交响乐就是 完全的和声学而已 它就是和声学 你就是照着和声学课本上面去写 它就变交响乐 这跟我想的不一样 我以为这是走人类才办得到的事情 所以其实艺术家 法是最容易被取代的意思吗 所以我才告诉你 歌曲跟情感的贴合这件事情 对我来讲至少 决定这首歌 写的好不好 那我想问的是 大家有在care这件事情吗 没有啊 没有人听出来 开玩笑 我以前也觉得就是唱歌就是 You don't follow my fucking mind But right now I'm like singing with my brain 那接下来就是你的free jam时间了好不好 阿拉布鲁琳 我就是根据他那个就是来 对对你就来乱唱 对好 我来乱唱 好来哦 诶 听起来没卖啊 好像有get到一点哦 果然还是跟jazz比较的feel 那感觉你也是可以做这种 就是比较go with the flow的耶 比如说我们就现在就 可以立刻就唱 那我应该我 我觉得应该就是 刚刚那一句就极限了 我们可以去听一下回放 我没有办法再唱第二次 真的吗 因为我完全忘记我刚刚唱什么啊 就是完全就是本能的唱出来 那歌词你要怎么办 歌词我们可以再讨论看看 看大家有没有兴趣 没有兴趣我们就是自己想办法 作词的过程应该会更尬吧 我觉得作词这个空白过程 应该是更久哦 我那时候跟奥利斯 我们有把那个新拼God you love的重新填词嘛 然后那时候 其实没有花特别久的时间 大概花了一天左右吧 平常 我觉得我跟 我觉得我跟夏雅 应该可以更快 哦真的吗 真的 这跟个性也比较关 奥利斯常会丢一些奇怪的东西出来 真的吗 对 不是不好 但是那个刺激有点 你这样奇怪到你 有点out of you know like out of control 所以我已经算 under your control 没有就感觉还比较在逻辑之内 因为就是一个思想很跳跃的人啊 就是突然会碰出一个 布丁哈 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到这里 后续会怎么样呢 我们再跟妍妍讨论看看 如果有后续的话 大家就会看到咯 对 然后这首歌会把它写完的 应该了 好 那妍妍最近有什么活动吗 最近 最近礼拜五 台湾时间 要开 今孙BS阿嬷ASM 这是什么 我想说 反正收益化纪念 那你做一点特别的东西 很多人在敲碗我的ASMR 然后我就想说 我做肯定不是那个传统的 然后我就问大家说 到底要做什么样的ASMR 然后就不晓得 为什么就得出了这个 好 那就是大家敬请期待 布丁哈姆晚上耶 我觉得那title好难 今孙BS阿嬷 ASMR 我一直想 时度要做到哪里 大概过没多久 就会打回去给阿嬷 然后一直对阿嬷道歉 这样 阿嬷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阿嬷应该会很开心 阿嬷 跟你说 我有遇到一个东西 什么什么什么 这不行啊 因为我那个直播的内容可能是 什么 可能是 我想象的不太一样了吗 对啊 阿嬷尺度很大 十年你哪里这么幽默啦 对啊 不要算阿嬷的骗子啦 什么骗子是什么 这一年 什么 哈哈哈 哈哈哈 应该是这样的尺度好 大家可以 争酌欣赏 可以吗 我就是 你感觉要吃香椒 什么香椒 那点点的香椒 好啦 那我们今天晚很开心 那我们今天就到周边啦 谢谢大家 辛苦了